当您考虑开发一个PHP加MYSQL动态网站时,有几个关键步骤和技术需要考虑。 首先,您需要设计数据库,确定需要存储哪些数据和如何组织数据。 然后,您需要编写PHP脚本,并连接MySQL数据库进行交互。 您可以使用MySQLi或Do等扩展库进行连接。 接下来,您可以编写SQL查询语句来检索数据,并使用HTML和CSS等技术,将数据显示在网页上。 如果您需要添加交互功能,可以使用JavaScript等前端技术来实现。 为了开发更加复杂和高效的动态网站,您可以考虑使用PHP框架,例如Laravel、Symphony、Codeigniter等,来加快开发速度和提高代码可重用性和可维护性。 此外,MySQL存储过程和触发器可以在数据库端执行一些复杂的操作,例如事物处理、数据校验等。 存储过程和触发器可以减少网络开销和提高数据库的安全性和性能。 在开发动态网站时,安全性也非常重要。 您需要防止SQL注入、XSS攻击、CSRF攻击等安全问题。 您可以使用PHP提供的安全函数、验证和过滤器等技术来保护网站的安全。 同时,您还需要进行测试和调试,以确保网站正常运行,并纠正可能存在的错误。 如果您对PHP和MySQL技术不熟悉,或者需要开发更加复杂和高效的动态网站,可以考虑寻找专业的网站开发公司或开发者来帮助您完成网站开发。 他们可以根据您的具体需求提供定制化的开发服务,并使用最新的技术和工具来确保网站的质量和可靠性。 在选择专业的网站开发公司时,您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经验和专业性,选择有丰富经验和专业技能的公司或开发者可以确保您的网站开发流程更加顺利和高效。 您可以查看他们的网站和项目案例,了解他们的开发经验和技能水平。 成本和预算 网站开发的成本和预算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您可以与开发公司沟通明确您的预算和开发需求,以便确定最佳方案。 同时,您还需要注意,低价并不一定意味着质量更好。 选择具有合理价格和高质量服务的公司是最理想的。 时间和进度 开发一个动态网站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精力。 您需要确定一个合理的时间表和进度,以确保项目按时完成。 选择有规划和严格执行计划的开发公司,可以提高开发进度和质量。 沟通和服务 良好的沟通和服务,可以保证开发过程中的信息交流和问题解决。 您可以选择提供良好客户服务和及时沟通的公司或开发者,以便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和支持。 选择专业的网站开发公司,可以帮助您在开发PHP加MYSQL动态网站时,节省时间和精力,并获得高质量的服务和支持。 您需要选择有经验、专业性好、合理的成本和预算、严格执行计划、良好沟通和服务的公司,以确保项目的成功完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